欢迎大家来到第六章,组件兼通讯 在介绍本章的内容前,让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我们已经知道Angela的应用的核心就是组件 任何一个Angela程序在本质上都是一个组件数 如图中所示一号组件,是整个组件数的根 一般也就是我们的APP component 它包含2、3、6三个子组件 二号组件又包含4、5两个子组件 在设计一个组件时,我们需要确保组件是松偶核的 也就是说组件之间互相知道的越少越好 因为松偶核的组件重用性才高 假设当我们点击了组件4里面的一个按钮时 应该触发组件5的一段初始化逻辑 按照传统的做法,我们会在组件4的按钮点击实践里 调用组件5的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做 组件4就和组件5紧密的偶合在一起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组件4根本不知道组件5存在的情况下 实现上面的需求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一章里,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依赖注入来开发松偶核的组件 但是光有依赖注入是不够的 在这一章里,我们会学习如何使用一种松偶核的方式 在组件间来传递数据 使你可以开发出高重用性的组件 首先我们会学习如何使用组件的输入输出属性 在两个具有父子关系的组件间传递数据 然后我们会介绍什么是中间人模式 以及如何实现一个中间人模式 以便在没有父子关系的组件间传递数据 最后我们会学习组件生命周期的相关知识 以及Angela的变化发现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学习到一些组件之间互相通讯的技术 好,本章的内容就是这些 让我们从组件的输入输出开始 更多最新、最前言IT视频教程 请访问咨询IT8论坛 在W6.咨询IT8.com